今天台湾没有本土确诊个案 但是新增的5例境外移入 其中1例却让学生跟家长相当的担心 因为染疫的是一名确诊女性华航副机师 两名小孩分别就读台北市 在文山区还有大安区的国小 而且在确诊前一天跟自己的孩子都有接触 她不但打完了两剂莫德纳疫苗 属于突破性感染 而且她的CT值从原本验出的33降到了22 病毒量升高 指揮中心研判是近期才感染的 虽然确诊者4名同住家人 PCR现在都是阴性 但是台北市仍然是不敢大意 孩童就读的两间国小 还有一间补习班都预防性的停课5天 日记影响超过百位师生 来接小朋友回家 安心班现在也说紧急先停课 都比较紧张 因为小孩子没有疫苗 赶快把小朋友接回家 内心的担忧藏不住 因为孩子就读的学校 精传有学生家长确诊 还是已经打完两剂疫苗的航空机组员 她有打过完整的疫苗 打过莫德纳 而且已经超过14天了 最后一剂是在8月6号打的 6号新生的境外一入个案中 一名华航女性副机师感染 9月底派飞美国安格拉制 回台后入驻防疫旅馆 5天居家检疫期满 10月1号检验阴性 2天后又飞往新加坡 5号采检 有因转阳确诊 CT值33 原本以为是旧案 没想到6号再采 CT值降为22 病毒量上升 指挥中心研判 是不久前才感染 6 7 8 9月 多次的采检PCR的 几乎都是阴性 N抗原的部分是阴性 那S抗原的部分是阳性 看起来是刚感染 刚发病 由于染疫女副机师 聚检结束后 就回家自主健康管理 期间接触4名同住家人 其中两人是她的小孩 一对姐妹 因为才一般 在大安区文山区 两间不同国小就读 4号 5号两天 都有到校级补习班上课 就怕病毒入侵校园 受到影响的班级 停课5天清宵 接触者超过百人 这段活动的时间 有接触到3个人 也都采检了 报告还没出来 目前4名同住家人 及2名职场接触者 6人PCR阴性 是不是Delta 是非哪被感染 还有厘清 将持续扩大匡列 不让病毒扩散社区 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出现了首例 一位女性腹肌师 在接种完两剂 莫德纳疫苗之后 还是发生了 突破性感染的状况 那么这位腹肌师 他是在9月23号 到9月26号 有到过美国的安哥拉治 那么10月3号的时候 有到过新加坡 他的感染源 到底是在哪里被感染的 现在还有待厘清 不过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让外界再度掀起 对机组员防疫5加9的政策 是否要再加研的讨论声浪 不过指挥中心现在就认为说 因为这个个案在刚发病的时候 是在第9天被检验出来 表示目前的政策 仍然是有效的 可以来监测机组人员 是否染疫 暂时的还不用做调整 航空业再爆突破性感染 而且还是台湾完整接种 莫德纳疫苗之后的首例个案 让社区传播风险再增加 外界质疑机组员5加9的防疫规定 难道现在不需要再加研吗 大部分的一个感染的一个情况 都能够阻挡的话 这或许是在某种情况上 符合经济原则 未来机组员到底怎么来下降 这些不可避免的突破性感染 我们认为可能还是要定期的 去检查是不是所有机组员 有产生足够的重量抗体 疫苗没有产生足够的保护力 而反而会造成进入的重症风险 不过面对外界检讨声浪 难得医师和指挥中心看法一致 都认为现行机组员防疫政策 还不需要更动 而机组员施打第三剂疫苗的规划 也还得再评估 国际上针对第二剂跟第三剂 都需要至少间隔大概六个月 多短有可能会降低 它后续的这个 这个医力的一个生成 看后续的这个文献 还有各国实施的状况 觉得在十二月之前 尽量还是完成两剂 后面再来思考第三剂的目标 第三剂的接种有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到底要接种一模一样的疫苗 还是要去混打 就是就把这些加入 我们临床试验的目标中 台湾新冠疫苗不足 不要说打两剂 不少人连第一剂 都还在苦等当中 机组员虽然承受染疫高风险 但如果要先打第三剂 恐怕会是疫苗施打政策的一大难题 接送不到 国内本土疫情连续加零 目前全台湾的疫情趋于稳定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就预估了 当台湾第一剂的疫苗覆盖率达到七成以上 就有机会全数的讨论解禁措施 那么这个罗易军也解释了 这个疫苗的第一剂涵盖率呢 达到七成是重要的考量之一 但是还是要兼顾到高风险族群 第二剂的接种状况 那么指挥中心呢 下一波也将研议松绑运动时 戴口罩的规定 戴口罩跑明几步就气喘吁吁 汗流浃背 5号来到合并公园 总能看到民众戴着口罩运动 但大家可能都想有机会脱口罩了吗 后续大概也会先针对是户外运动的部分 特别是比较不涉及团队运动的部分 来先做口罩开放的一个演绎 换句话说在上山下海 有条件免戴口罩后 绊跑践行的个人活动 是下一波戴口罩政策松绑锁定的运动 随着疫情趋缓 疫苗覆盖率逐渐提升之下 各类禁令有望开放 七成大概是我们可能降级的重要考量之一 但是当然也要考量稳定的情形 还有就是我们一些高风险族群 可能疫苗 特别是第二剂疫苗的接种的一些涵盖率 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努力在月底可以达成 希望能在月底前达成 因为看看现在国内疫苗 累计接种了1702万剂 疫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57.89% 如果第一剂覆盖率突破七成 指挥中心将全数讨论解禁措施 包含像是开放扰境 顺利达成这个疫苗涵盖率 然后我们优先考虑来是国内相关的一些 特别针对社区还有各行各业的 已经有采取的管制措施 能够再做一些放宽 在边境管制这边通常都会比较再晚一点点 距离疫苗覆盖率七成的目标还差了一些些 虽然这不是解禁唯一的依据 但离开放曙光一步步接近了 记者台北报道 之前我您报道过在台北市有一名孕妇想要预约接种第二剂莫德纳疫苗 才发现说自己被物质已经接种过第二剂高端疫苗混打了 而经过指挥中心调查发现原来是国泰医院出包 一整批总共是3075笔资料物质上传到了疾疫官署 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已经把物质的资料删除 医院会重新的更正上传 估计这一期疫苗预约大约受影响的人呢 有110人已经责成国泰医院要协助接种 日前台北市有名孕妇上网爆料被物质打第二剂高端疫苗 害得她无法预约第二剂莫德纳 现在调查结果出炉 原来是孕妇接种疫苗的国泰医院出了包 八九月他们在他们医院的施打的清测 他们就重新在十月二号再上传一遍 不过因为要经过人工的山修 所以造成有可能在这过程当造成的格式跑掉 指挥中心指出国泰医院的八九月疫苗 施打清测一共三千零七十五笔资料 在十月二号重新上传时 因为有经过人工山修导致格式跑掉 出现物质情形 这也让疾管署急忙在六号上午十点半 紧急删除这些错误资料 目前国泰医院也经重新更正 在上传八月和九月的接种资料 估计这一轮疫苗预约受到影响的民众 大约有110人 只是民众要如何查询自己的资料 有没有被物质上传 因为他就是八九月份 在国泰医院接种的这些民众 他的一个资料 所以到底是哪一种疫苗 事实上都有可能 至于说他如何知道 他是不是错的 现在应该不知道了 因为我们先把他删掉了 对于已经预约这一轮接种 受影响的110位民众 机关署已经责承国泰医院协助 将会陆续安排接种施打 一时作业疏失 疫苗遭到物质 让民众错愕 医院也深感歉意 记者送不到